记者林美雪台北报道,维瓦第一声共创作450首协奏曲,其中,四季受欢迎的程度,堪称古典中的流行。 在写这四首以季节为名的小提琴协奏曲中,维瓦地透过极为简单的配契,小提琴加上弦乐团,加上很单纯的快、慢、快、典型的三乐章协奏曲曲式, 在搭配上每一首乐曲的十四行诗句,是乐曲充满视觉性的写诗风格。 小提琴加约下,北尔与英国圣马丁学院管弦乐团,2008年合作录制的四季被誉为21世纪的经典, 这个天王、天团与名曲的黄金组合,将于5月30日首次在台演出,为让乐迷更进一步领略维瓦地、四季,的曲艺。 音乐会主办单位牛耳艺术也特别制作了一个聆听四季教育网站, httpnet.com,TW Joshua Bell Academy,于其中分段解析乐曲所呈现的大自然风景, 比如众鸟欢唱、溪流低语、冰雪冻结,都可在其中听个明白。 牛耳艺术制作一个聆听四季教育网站,分段解析乐曲所呈现的大自然风景。 翻射自牛耳艺术网站